这里是甲特兰大奥林匹克体育体育公园 1996年的7月19号 那一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100周年 讲起1996年的奥运会有很多的亮点 那个时候香港是最后一次 以一个独立的实体参加和奥运会 并且我们都讲了1997年第二年香港运动员 香港运动员华浪中三选手的岳立山 赢得了香港历史上的一个手机盘 中国那一届总共获得了16枚金盘 当中我们觉得值得一提的 有很多短跑的被称为亚洲神鹿的王军侠 获得了中场跑的金牌 然后我想是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邓雅平在乒乓球决赛当中可以说力往往来 大家都有一些担心是不会出国台北的沉浸 但是邓雅平真的表现出了这个奥运精神 整个那后来还有刘伯良那刘伯良也是得了两枚乒乓球比赛的金牌 那现在他是中国乒乓球决会的总教练那是刘伯良 那一届那一届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回应的 那就是就是点燃圣火的大家可能都还记得不好过大的人 他点燃圣火的时候双手颤抖 点燃的因为他是给拳击运动造成他的身体伤害 实际上竞技体育啊我们当时说是来源于雅的在圣经当中呢 对于这个竞技体育也有特别的进展也有特别的表明 那瑰琳多前书特别说到九章二十四节 岂不知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个 你们也当这样跑跑叫你们得着奖赏 凡巧力争胜的诸事都有确实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观点 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观点 这当中有两层股 第一 所有竞技性的体育运动这些活动 都是要很强力的令人来节制自己的 有些肉体上的一些比如说想休息啊懒惑啊 就是要勤劳要刻苦才能得到几个奖牌 但圣经的意思是说这些他们所得到的奖牌 也仅仅是转散的会行坏的 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奖牌是会行坏的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是要谨记这个教导 我们是要奔着那个不能学坏的角度 好的 大家 Amy 谢谢大家